台北迪化街 别有一番风味的街道 在喧闹紧迫的城市中 撑起来一片悠闲的净土 而幻孙家咖啡 就围在迪化街的职人巷中 幻是在饶嚷生活中 一个静谧的幻梦 孙借用了兔孙 可爱仍保有野性的特质 幻孙家就是一个引人入胜 也有着个性的咖啡厅 其实我们是第一次知道兔孙 秉持着求知若渴的精神 我们就去Google了一下 额...怎么形象有点幻灭了呢 总之 幻孙家咖啡就是要让踏进来的客人们 仿若走进室外桃源 这里适合与朋友小聚 也能够在这里放松紧绷的神经 四个兴趣 专长都不相同的朋友们 共同创造了幻孙家 所以幻孙家有着很多很多的元素 墨绿 墨蓝的墙面 木造 瓷砖 日式古厝的空间设计 丰富的藏书 挂画 明信片 多元的元素都巧妙的融合在这里 幻孙家也有参与今年外带老板一杯梦想的活动 除了串联的creamy black 这番跑 还有最能够代表幻孙家各个特色的幻孙家滋味 配茶 焦糖 肉桂 还有作为基底的浅焙咖啡 入口真的非常非常惊艳 各种不同的元素都能够辨识 又互相回应 这里也不只有好咖啡 咖喱 焦糖布丁 也是幻孙家的招牌 希望让客人来到这个空间可以像来到另一个时空 跟日常生活不一样的感觉 提供可以让人呆上一整天的空间 然后他们的布丁非常非常好吃 我是阿迪 我们下次见啰 幻孙家也有参与今年外带老板一杯梦想的活动中 BANG 但是 我们下次见啰